現在來進行一個變化 就是第一組三連音打滿 然後第二組三連音只打第一個音 所以第一組的順序是右左右 第二組只有第一下左手 所以打起來這個聲音跟拍子聽起來是 右左右左 右左右左 現在反過來第一組只打第一個音 也就是右手 第二組要打滿就是左右左 連起來他的聲音跟拍子聽起來應該是 右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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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應該會注意到第二組的第三個點 也就是左手打完以後 馬上會連接到下一組的右手 第一下 所以實際上你會聽到連續的四個音 右 左右左右左右 左右左右 左右